主料,新鲜草莓400克,白砂糖200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草莓洗净,竹签消毒,大个的草莓从中间切开,锅内放开水,加入白糖,白糖熬制到了有大有大气泡冒出,倒入草莓,用铲子迅速翻拌,吃草莓均匀张满糖浆,用竹签串起来,放凉就可以吃了,酸甜可口, 好吃极了,烹饪技巧,可能是我熬的糖浆不到位吧,糖浆不够透明,而且放凉以后糖浆都结快了,下次记住把白糖多熬一会儿,做成拔丝的那种,效果肯定会比现在好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